14 上午台東縣新生國中及東海國中舉辦畢業典禮 縣長夫人陳寗彥代表縣長黃建廷參加 議員夏曼馬德能、家長會會長等各校貴賓也到場參加 在悠揚的音樂生當中 由訓導處、輔導室、總務處及補修主任的代理之下 全體770位畢業生余貫的進入了典禮的會場 階段性的學習完畢就是新的開始 我們國小、國中、甚至要到高中、到大學以及到這個社會 並且我們什麼事情都是跟新生國中的心一樣 東愛國中的畢業生在校生及老師更表現出調皮感性的一面 三年的國中歲月匆匆飛逝 依稀記得教室裡我們一起聆聽老師講課解決難題 走廊上談天說地疏解壓力的歡聲笑語 今天很高興代表縣長也代表我兩個兒子 分別是新生國中的校友跟東海國中的校友 來參加他們的畢業典禮 我發現我們台東的孩子很活潑很可愛喔 每一年他們的畢業典禮花招都越來越多 我相信這當中充滿了很多甜蜜愉快的回憶 未來也會變成他們面對人生總總困難的一個動力 再次的祝福我們同學找到自己的命定 找到自己人生的熱情天賦所在 開闊的去追尋 最美最好的人生就在牽頭等著你 畢業後的同學更要了解自己的天賦 才能讓天賦自由 東來新聞 范耀玲 張玉成報導 謝謝